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预见365位圣经明日 今天是5月22日 分享的人物是阿拉 意思是优雅 阿拉是一位连迈的女仙芝 经常去圣殿里面 她因为救主的诞生而赞美上帝 在圣经时代 仙芝的职位不单只是男士的特权 阿拉就在《新药》里提到其中一位女仙芝 她一定是一位结出的妇女 尽管她早已过了退休年龄 但她退而不应 她结婚之后 大约15岁左右 她只是和丈夫同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84年 记录在《路加2章37》 她虽然年纪老迈 及每日都到圣殿 她将大部分时间用来甘食和祈祷 这就解释了 为何当约失和玛利亚 按照犹太人的奉献礼仪 将他们出生四十亿的孩子 耶稣带到圣殿的时候 她会在那里的原因 由于阿拉拥有先知的因子 当她见到这一对抱着孩子来到圣殿的夫妻的时候 她立刻就看出他们是有别于其他 每日在圣殿里面见到的尋常的夫妇 她还从又公义又虔诚的西面那里听到了 这个是记录在《路加福音》2章25节 她对玛利亚所说的话 就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件事的独特性 阿拉进前来称借上帝 将孩子的事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属的人去讲说 这个在第38节 无论我们是否联劳 我们每一个人 每日都有机会去赞美上帝 并且自由谈论那位在20世纪之前 成为救世主诞生的婴孩 我们一起来吐告 上帝的请帮助我 在今天透过向我显明的各种机会 来到传扬你 以及你即将拯救我们 脱离这个罪恶的福音 祈祷奉主名求 阿们 今天的经文参考阅读 《路加福音》二章36至38节 内文分享到这里 欢迎明天再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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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